浩尚五百點多 浙江寧波市長山苑有鯨魚擱淺 寧波魚正執法人員介紹 鯨魚長超過15米 體重估計有30噸 目前尚未明確是否屬撥鄉鯨 鯨魚擱淺於寧波市長山苑 石暴鎮和雅門大橋外半邊山海壁附近 魚正人員及水深野山動物救助中心人員 已到場救護 由於鯨魚太大 魚正執法船及漁船組織的 第一輪脫淺計劃失敗 由於退潮船隻無法靠近攤逃 救護人員只能一邊同 全國各地的海洋漁業專家聯繫 請教制定救援方案 一邊等待晚間 潮漲後再作下一步行動 鯨魚一度割潛在攤逃 整條路出水面 目前狀態良好 當局正在這裡展開 保護性救援 例如保濕、降溫、防曬傷等